男主格伦从监狱进来 对面坐着他的室友 一个老头 这是一个垂直监狱坑 向上看不到头 向下也看不到头 这里关的大部分是罪犯 但也有少数自愿进来的人 比如男主 老头说你运气真好 第一次来就在48层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层数 每隔一个月 会随机轮换一次层数 说话间 老头拿出枕头 放在地上跪了下来 一块悬浮的大平台降了下来 上面是满桌的残根顺范 老头狼吞虎咽起来 在监狱的顶层 有一个顶尖的厨师团队 他们将每天的食物放在平台上 从零层开始往下运输 就像站台一样 平台会在每一层停留几分钟 最先享受到美味 且不受污染的就是第一层 以此类推 越下层的人 吃到的食物越少 现在来到他们面前的 是上面的47层 也就是94个人吃过的剩饭 男主觉得恶心 老头劝他吃一点 不然就得挨饿了 男主拿了一个苹果 放在口袋里 平台开始下沉 老头把酒喝干 扔掉瓶子 男主质疑他的行为 老头说 反正不管怎样 下面的人都会吃的 上面的人也早就这样做过了 突然 男主感觉变热了 老头告诉他会更热 直到我们被烧成灰烬 男主不解 老头说 因为你偷了一个苹果 除非你扔掉它 只有平台停在我们这里时 食物才是我们的 私自留下任何食物 温度都会无限升高或下降 直到被热死或被冻死 男主在夜宣具饷中 白天装食物的平台 飞快的上升 回到平台 第二天 男主还是不肯吃 男主问老头 这里有多少层 老头说 他去过最低的是132层 但下面还有更多 男主又问 到那里 还剩多少食物 老头说 什么都不剩了 第三天 机场碌碌的他 吃下了第一口食物 突然 从上面掉下一只尸体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都显得异常平静 像是习惯了一样 平台再次降下来时 上面坐着一个女人 老头说 他每个月都会下来一次 去找他的儿子 为了提高下个月 跟他孩子相聚的几率 在下来前 他会先杀掉自己的室友 刚刚掉下来的尸体 可能就是他的室友 下一层的人看到女人 把他拖下去 想要不轨 男主想去救他 却又不敢跳 但一转眼 女人就杀了他们 男主开始习惯监狱的生活 和老头一起 和平愉悦地相处着 一天晚上 老头让男主祈祷 他说 他闻到了麻醉气体的味道 明天他们就要轮换了 希望会在一个好的楼层 男主再醒来醒 全身被布条捆绑在床上 他看到墙上的数字 171 老头说 在这种楼层 是绝对没有食物的 要么吃人 要么被吃 所以他只能先下手为家 男主听到一声声惨叫 可想而知 有多少人和他是同一处境 还有人不堪痛苦 跳了下去 平台降了下来 什么吃的都没有 连餐具都被舔得干干净净净 老头说 他会等八天 他的身体排泄干净后 再一点点割他的肉吃 八天后 老头开始割他的肉 正好这时 女杀手跟着平台下来了 他瞬间秒杀了老头 解开男主 把刀递给他 男主拿着刀 疯狂地向老头刺下 然后晕了过去 在醒来时 他看见女人 在吃老头的肉 过了几天 男主终于挨不住饿了 把手伸向了老头 之后的日子 他靠着吃老头的肉 活了下来 在这样的绝境中 男主的精神受到了重创 他时常陷入幻觉之中 又一次轮换 33层 对面坐着一个抱着狗的女人 这是他的新室友 他曾经是监狱公司的工作人员 也是男主进来时的面试官 他得了癌症 快要死了 他告诉男主 这个监狱坑一共有200层 男主说这里的食物 不够200层的人吃 他说 如果大家都吃自己需要的 食物是可以抵达最底层的 但实际的情况是 上层人根本不会管下层人的死活 食物下来了 面试官分好了两份 要求下一层的人 只能吃他分好的食物 并劝说他们 用同样的方法 交给下一层 下面的人根本不会听他的 但他依然坚持 每天劝说 直到有一天 男主看不下去了 威胁下面的人说 如果不按他说的做 他就会在这些食物上拉屎 一天 平台降下来 上面躺着那个女杀手 他受伤了 男主和面试官 把他抬下来治疗 深夜 两个女人打了起来 原来 女杀手吃了面试官的狗 女杀手走后 面试官告诉他 那个女人原来是一名演员 他根本没有孩子 他是十个月前 一个人来的 他就是个杀人的疯子 又一次轮换 202层 这个监狱 根本不止200层 面试官已经上吊自杀 男主往下一看 下面依然没有尽头 这里根本不可能 有任何的食物 想要活下去 面临的就只有一个问题 吃不吃他的肉 男主快要崩溃了 眼前不断出现幻觉 死去的老头和面试官 不断怂恿他 去吃掉他的肉 前几天 男主靠着吃纸 活了下来 直到后来 他饿得实在受不了了 拿着刀 来到了面试官身边 再一次醒来 他到了六层 他的新室友 一个黑人小伙 兴奋地大叫着 他带着一条绳子 想让第五层的人 拉着绳子 让他爬上去 这样他就可以 逃离这个人间地狱 上面的人 假意帮他 但就在他即将 到达上面的最后一刻 松开了绳子 小伙差点掉下去 幸好男主拉住了他 食物再次送来 非常丰盛 几乎没有动过 平台下降到第七层时 男主看到他们 已经开始糟蹋食物 上层的资源浪费 才导致下层变成地狱 当晚他和黑人商量 想要活着 就要解决食物分配的问题 他想要跟着平台下去 把食物平均分给每一层 第二天 两人做好武器 开始出发 前50层不给任何食物 因为这些人 昨天刚吃饱 遇到不听话的 他们就武力镇压 下降过程中 遇到了一位智者 智者告诉他们 如何把信息传递给管理层 才是重点 但方法只有一个 就是将奶洞作为信息 在到达最底层后 再随平台送回到零层 他们一路劝 一路打 终于到了51层 他们开始定量分发食物 在其中一层 两名男子 杀害了那个女杀手 男主和黑人为了救他 也受了重伤 越往下走 越恐怖 他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尸体 平台一路下降 最后停在了333层 在这里 他们发现了一个小女孩 正当他们疑惑 这孩子怎么活下来时 平台又下降了 下面一片漆黑 这里应该就是最后一层 小女孩盯着黑人手里的奶洞 最后他们决定把奶洞给了女孩 第二天 黑人失血过多而死 男主带着女孩坐上平台 下降到最底部 男主走了下来 平台带着女孩飞速上升 电影在这一刻结束 这部反乌兔邦的电影 隐喻了现实社会中的阶级分层 这个监狱 好比一个现实社会 实物就是有限的社会资源 上层人拥有绝对优势 他们可以吃饱喝足 甚至挥霍无度 中层人可以吃到上层的剩饭 勉强维持体面 下层人连骨头渣都没有 在这样的环境中 所有人性的恶都被激发出来 最终沦为野兽 陷入人吃人的绝境之中 电影把阶层 贫富差距 分配不均等社会问题 用最血淋淋的画面 呈现在每个观众眼前 如果大家能够和你安排用度 每个人都有得吃 但人性是最经不起考验的 人性的本质就是贪婪 贪婪的欲望背后 留下的只有无尽的深渊 我是小千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点赞 我们下次见